泰国佛教是指佛教在泰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 泰国佛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纯正的传统佛教之一 是泰国文化、社会和民族认同的核心 泰国佛教是南川佛教的一个分支 包括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 在泰国,南川佛教上座部佛教是主流宗派 约占走人口的95%以上 下面将分别对泰国佛教的宗派 发展历程和社会影响进行详细介绍 泰国佛教主要分为以下两个宗派 上座部佛教也称小传佛教 泰国佛教中最主要的宗派 上座部佛教强调的是对佛陀原始教会的遵循 修行方法以思念处和内观察为主要内容 大乘佛教,泰国佛教中较小的宗派 相对于上座部佛教而言 更加注重于大乘佛教的经典和思想 以修行菩萨道为主要目标 发展历程 泰国佛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三世纪左右 当时印度的大乘佛教通过梵文传入泰国 但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 直到公元十二世纪 斯里兰卡南川佛教传入泰国 才开始真正发展起来 在泰国,南川佛教得到了各个领域的支持和推崇 尤其是在阿与陀耶王朝1350-1767年 和大乘王朝1782-1932年时期 南川佛教得到了国王和贵族的赞助 寺庙和僧院得以建立和维护 僧侣也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此外,泰国佛教的发展还受到了许多印度 斯里兰卡、孟加拉和中国等国家佛教的影响 社会影响 泰国佛教在泰国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,泰国佛教是泰国国家宗教之一 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 其次,泰国佛教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精神和文化角色 为泰国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奠定了基础 此外,泰国佛教还对泰国人的日常生活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包括家庭、教育、法律和医疗等方面 在泰国社会中,僧侣是非常受尊重的人物 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不仅在宗教仪式和寺庙活动中发挥着作用 还参与到社会公益事业中 如提供教育、医疗和慈善服务等 此外,泰国佛教的传统文化和艺术也对泰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泰国的艺术和建筑风格都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 如金碧辉煌的寺庙、佛塔、佛像、壁画等都是泰国佛教文化的代表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